欢迎收看气候报告 本月亦较正常小雨,全月总雨量,只有171.2毫米,是正常值 本年首9个月的累积雨量为1,999.0毫米,较同期,正常值2,242.8毫米,小跃百分之11 在一股,微跃的东北计后风影响下,本月首日香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天气酷热 高温亦在行触发了雷雨 大埔及新界北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 受干燥的大陆气流影响,9月2日至6日本港,天情干燥 9月3日至6日天气酷热,受广东沿岸的一股偏东气流 及南海的一度,港阔低压槽影响,9月7日本港天气,转为大致多云 惯中有咒雨及有几阵雷暴 新界,多处地方,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大埔,更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 在一度高压值支配下,随局部地区有咒雨外 9月8日至9日,普遍天情及日关天气酷热 在微风的情况下,翌日随短暂时间有阳光外 高温亦触发了几阵咒雨 受一股,干燥大陆气流的持续影响 随有几阵咒雨外,9月11日至17日本港,普遍天情及酷热 9月13日至15日日间,非常干燥,而9月12日至13日及9月16日至17日有烟霞 在阳光冲沛的情况下,天文台气温于9月13日上升至全月最高的35.9度 是有记录以来9月份的最高 此外,9月13日及14日天文台的平均气温达31.7度 是有记录以来9月份的最高 而9月14日,陆德的最低气温29.6度 亦是有记录以来9月份的最高 在微风的情况下,9月18日至19日 随部分时间有阳光外、高温亦在这两天触发几阵咒雨及狂风雷暴 其中,9月18日下午,局部地区有强烈狂风雷暴 为西贡、流浮山及大澳带来强烈震风 受一股清静至强风程度的东北,继后风影响 9月20日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及有记阵咒雨 随后两天随早上有记阵咒雨外,本港天气转为普遍天情 随着一股东北,继后风补充的抵达 9月23日本港初时,大致天情 但稍后逐渐转为多云,有记阵咒雨及雷暴 新界西部,陆德超过20毫米雨量 在较干燥的东北,继后风影响下,除有几阵咒雨外 9月24日至26日本港,普遍天情及干燥 9月27日至28日本港天气转为较多云及风势较大 受一度港阔低压槽影响 9月29日至30日大致多云,有咒雨及狂风雷暴 9月30日雨势有时颇大,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0毫米雨量 在有雨的情况下,天文台气温于当日下降至全月最低的24.8度 2022年9月有8个热带气旋影响南海及北太平洋西部 2022年10月至12月季度预报 拉尼纳在过去过多月持续,尺度太平洋中部及东部水温整体维持偏冷 综合最新的海洋观测资料及世界国地多过气候模式的预测 预料拉尼纳在今年如下时间持续,受全球暖化和本地城市化的影响 香港10月至12月气温有明显长期上升趋势,温度出现正常至偏高,情况的机会一般较高 世界国地大部分气候模式预测今年10月至12月华南的温度正常至偏高 世界国地的气候模式对今年10月至12月华南沿岸的降雨预报分歧没有明确共识 然而,气候模式预测10月至12月影响华南的大陆性气流可能较强 因此预料香港今年10月至12月雨量正常至偏小的机会略高 气候报告完